美国一个跨党派的联邦参议员代表团 下个星期将访问中国 讨论两国经济竞争和安全问题 这将是自从2019年以来 美国国会第一次在北京和中共高级官员进行直接接触 这个代表团由被贴上老牌反共标签的 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率领 舒默曾多次敦促美国政府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 曾经推动了美国芯片法案和通胀削减法案的出台 那北京为何此时表示欢迎 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点评 一位是美国爱德飞大学文学文理学院院长 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博士 还有一位是台湾金门大学国际及大陆事务系副教授 卢振峰博士 感谢二位参加今天的访谈 那首先请教王维正教授 美国国会议员代表团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访华 主要的目的有哪些 首先这是美国跨党派的访问团 四年以来第一次去中国访问 那当然过去中间三年的话 主要是因为中国因为疫情的关系封锁了国境 那这个的话连带影响到就是说中美双边的这个沟通的话 相当的困难 再加上中国的话把几乎把所有的沟通的管道都给封闭了 那么现在双方的话有高度的这个怀疑 互相的怀疑不信任 那么美国国会的话 特别是参议院 在各个国家这个比较起来的话 算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地位 就是说他在外交政策上 是有相当的一个角色可以扮演 那美国国会的这个参议院的议长的话 事实上是位高权重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中国对他来拜访的话 当然是感觉比较欢迎 然后再来就是国会的话 希望说他们行前的讲法是说 希望说能够到亚太地区去亲自的了解一下情形 然后根据所谓的国会的价值 来向中方来表达 他们对很多事情的关切 比如说双方经济安全的竞争 然后中国政府对于美商的一些限制 当然国会议员他们也是代表 他们自己选区的一些利益 所以种种的这些这个因素的话 造成了就是说 这个国会希望说在这个时候 至少在国境这个解封以后 可以到中国去访问 那我们有位网友 叫杨周韩逼我山X帐号 他说书末访华的目的 可以大致在台海南中国海等方面 对中共进行警告 对这个朝核问题 俄乌战争国际气候等方面 加强和中共合作 在美国人质方面寻求突破 那中共可能打算以中美国际合作 美国人质为筹码 兼之超高规格的接待 来换取美国松动对华的相关制裁 那请教卢振峰教授 您怎么看这位网友的看法呢 基本上这位网友的看法 其实也是相当正确 毕竟这四年来 美国的国会议员 没有任何一个团到中国大陆去访问 那疫情已经解封有十个月的时间 那过去这几年 其实美国的议员 甚至是世界各国的议员 到台湾来访问的团反而增加很多 那像苏默这样的一个 参议院的代表团 事实上这是 参议院负责对外有关的这种委员会 每年本来就有定期 为了要了解就是他们 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 本来就都会到 世界各个国家去进行实地的这种访问 然后传达 美国或是传达 各界对 两国关系的这种发展的看法 那苏默本来在川普时代的时候 他本来就是主张要 美国要对中国进行贸易的制裁 所以他过去一直在贸易这块领域 对中国是采取比较鹰派的做法 那美国的国会 本来跟行政部门跟白宫 就是在共同分剿外交政策的 所以这次的跨党派的议员 到北京去访问 北京会欢迎 也因为是这10个月的松绑 中国的经济表现并不好 那接下来的这个 中国事实上也开始要跟周边国家 要跟美国来处理好他的关系 亚运开幕的时候 习近平也向韩国到访的总理表达 他想要到首尔来访问 那习近平也想要到旧金山 来出席这个亚太金额会 今天那个华盛利邮报 甚至报导就有可能就是 拜登总统会跟习近平在加州 有面对面的这样的一个峰会的举行 所以北京在这时候 其实也想要 透过他的亚运会的主办 然后10月份的一带一路峰会的主办 然后 跟国际社会展开下一个回合 也就是疫情结束之后的这种 强国地位的这种跟美国平视 平起平坐的这个外交 这将是进入下一个回合 那他欢迎美国的这种鹰派立场的 议员到北京去访问 其实也把北京他们自信 他们的这种建设 各种的这种发展 在疫情结束之后 他会去做大卫宣 把他的正面的这种形象 传递给美国的媒体 也传递给世界各国 那王文正教授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像卢正峰教授提到 这个舒默是国会议员中 对华立场最强硬的议员之一 今年5月他还试图推动一项 被称为是中国竞争法案2.0的新法案 来提高美国在技术安全和台湾等问题上 应对中国的能力 那中国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欢迎舒默和国会代表团案访华呢 首先就是中国他在过去 二三十年的这个对美的外交的话 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就是说美国的话 你跟美国打交道 不能只跟行政部门打交道 这是过去他们中国外交官 所犯的一个错误 因为国会的话事实上在外交 特别是参议院在外交政策上 是有一个相当的地位 而且过去的话 不管是李登辉访美也好 或者说是Newt Gingrich 或者是Nancy Pelosi 到台湾去访问也好 这都是国会发动的外交 那事实上让行政部门的话 感觉到说相当的压抑 所以他们可能就是学了这样的一个教训 就是发觉说 既然这个参议院的议长 他要组一个跨党派的团体来访问的话 这一定要好好的接待 虽然这个来访的客人的话 过去对中国有很多的批评 但是现在对华的这个政策的话 在美国可以说是几乎享有高度的 这个跨党派的一个共识 那么您刚刚提到那几个法案 事实上在苏默他还在担任这个 前任政府就是川普政府的时候 苏默他当这个参议院的议长的时候 事实上对于很多的法案他不但没有阻挠 而且是非常赞许这个川普 对华采取的强硬的政策 所以这个是在美国的政治的历史上来讲话 也是很少见 那我觉得中国这次这么欢迎 高规格的可以显见一个高规格的 来接待着苏默这个访问团 我觉得对他们来讲的话 这个团能够成行到北京的话 就已经是成功了 就照刚才卢教授的讲法 所谓的大外宣 那么因为中国过去三年发现说 他这个清零政策 所推动的这个 再加上这个所谓的战狼外交 让中国在外交上感 已经显现的非常的孤立 那么现在等于说要花加倍的时间 来追赶过去所犯下的一些错误 那么还有就是他希望说 有一点可能很多一般的分析家 没有指出来 就是说去年的话 这个前任的国会的议长 这个Nancy Pelosi到台湾去访问 这件事情的话 中共非常的不以为伍 而且在台海附近发动了 大规模的军事的活动 所以说如果能够让这个参议院议长 到北京去的话 在他看起来的话是搬回一层 那我觉得对于这个苏默这次访问的话 我觉得并不是没有批评的声音 比如说有一些共和党人就认为说 这个时候去的话 你如果只是要一个photo up的话 大可不必 另外的话就是说 你去访问了北京之后 还要访问韩国和日本 但是为什么不包括台湾呢 我觉得然后有一些共和党人说 这个时候联邦政府只是 有45天的这个期间要来研究怎么样 再防止这个政府再度关门 这个时候有必要到中国去访问吧 所以我觉得他这次这个访问 并不是说所有的国会议员都买单的 那请教卢振峰教授 这个代表团的共同率领人 爱达河州共和党资深参议员克拉波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说 希望能在北京和中共最高领导人 习近平会面 但是分析认为习近平不太可能 和美国国会代表团会晤 那不久前我们知道 习近平给美国飞虎队发了一封信 他发出这样一个信息 就是说美中交流的基础在民间 那您认为这个习近平 会不会会见这个国会代表团呢 会见和不会见 又分别发出什么样的信号 会见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毕竟在今年解封刚开始的时候 他也接见了这个微软的比尔盖茨 那 习近平在这个时候 自己亲身来跟美国的 参议员的这种访团来会面 其实也跟国际传达一个很大的一个讯号 就是过去美国希望中国 尤其在习近平还没有第三任期的时候 中国可以加强经济的这种 甚至是政治的改革 那这几天这个南华早报也开始有人在撰文 就是说中国的政治改革如果不进行的话 经济就不会再有更好的表现 那所以在这个时间点 习近平已经有第三任期的第一年的这种执政 同时呢他也又发表了这个中国现代式的这种 强国复兴的这样的一个 康庄大道之路的这种文章 所以我觉得他见 这个美国的参议员的这个访问团 更能够凸显他强调的就是 中美之间的这种友谊 或是中美之间的关系 奠基在民间的这样的一个基础 那习近平如果11月到美国来参加亚太金河会 如果还可以再到 美国西岸的几个州进行访问的话 也许对于明年美国的总统选举 对于美国明年的大选 他要介入操作 尤其拜登已经有82岁的这种高年 那现在看起来 美国民众对于拜登的执政 尤其是经济政策 还有这个移民政策 不是很买单 那也有可能 美国也有可能会在下一次的选举里面 有一个政治政党轮替的这个可能 所以这时候的北京应该是在找寻 更多将来介入大选的可能 所以我觉得见 有见的理由 不见也有不见的道理 所以这个其实操控在 王毅是不是会在接下来的这两个礼拜 也得到华府访问 然后回去以后双方谈判 针对于明年年初 是不是拜登政府签署的这个科技的管制 包含这个AI量子科技 晶片的高端的晶片的这种管制 是不是商务部在 8月初透过这个白宫拜登签署的这个 警政命令 是不是真的在明年初会生效 这个我觉得是目前双方 尤其是北京最为关切的 所以在这个之前 北京会更多的跟 不管是华尔街的这些CEO 或者是银行的这些 能够用中国的市场来拉两个这些企业家 都是习近平或是北京 想要在这个时候尽力去培养他的人脉 然后用这种以商来为政的这个策略的操作 那卢正峰教授提到就是 习近平可能会利用这个人脉来进行沟通 尤其是针对这个美国芯片制裁这个法案 会不会生效这个问题 非常的关注 那王文正教授您怎么看 这个美国国会代表团说 还会去访问中国人大 那根据这个彭博通讯社引述了 对此个行程非常了解的人说 在和中方会面期间 参议员将提出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 在中国做生意遇到限制的问题 美光目前正在接受 中国政府网络安全部门的调查 那美光说这个网络调查 会使它一半的中国销售额面临风险 那您认为这个美国参议员 会向中方提出什么样的交涉 我觉得美国国会议员 作为这个民意代表的话 向这个外国政府 特别是实行这种非市场式的一些干扰的话 提出质疑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那您刚提到这个美光这个案子的话 就显现出就是说 跟大陆刚刚开放的时候 那时候它极力的欢迎外资 然后很多的美商的话到华去投资 认为说只要每一个人喝一瓶可口可乐的话 这一年的商机就不断 但现在的话已经变成说 当中国的这个经济的崛起 它不再是仅仅满足于 作为其他的代工而已 它是事实上希望是做一个 科技跟商业一个大国的时候 那发现说对于这种掌握高科技的公司的 这些干涉的话就是很非常的关键 那我想这个国会议员他们会对用美光这个案子 当然还有其他的案子 向中国政府表达出来就是说 对于美商的这些控制和骚扰 还有这个居住限制等等 这些不可预测性的话 提出这个很严重的质疑 然后可能也会质疑说 美国对不起 这个中国加入这个世界贸易组织这么多年 很多有关于这个 当初应该是看起来是暂时性的 这个非市场的经济的一些安排 到现在为止的话没有兑现 那影响到了美国的商机 然后再接下来的话 中美双方可能会进入一个科技竞争的一个时代 这些的话都是美国议员 必须要向这个中方表达的 至于说有多大的一个改善的空间的话 现在还不知道 但是过去三年 因为双方完全没有这个高阶的接触 所以我觉得比较有可能说 这个的话只是起一个端而已 陆续的话将来会有更多人员的往来 那刚才这个王院长提到了 就是这个科技战 仍然是两国现在关系的一个核心 那卢成峰教授 这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 在八月曾经说 美国公司向他抱怨说 中国已经变得没有办法投资了 原因呢包括罚款 突击搜查等行动 这个让在中国做生意变得充满了风险 那现在这个在中国的经商环境上 双方能否达成有建设性的交流 能不能取得进展 您的看法 其实雷蒙多访问了北京之后 双方也建立了工作组 在进行各种细节性的这种磋商 但是我觉得面临的这个美国的国会 有强大的这个反中的这个势力 事实上美国国会在这几年 反中的法案 有时候都高达一年有200个 平均现在还有100多个 反中的相关法案 甚至现在这个苏默要去大陆 东国大陆访问 这个美国的参议院里面 还是有人提出来 禁止使用美国政府 也就是纳税义务人的资金 到中国去访问 这个就是对中国say no的一个法案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 这个双方现在要的关系是沟通 是一个沟通管道 不要在紧急情势的时候中断 所以刚刚主持人提到 他这次去也会见到 人民代表大会的这个委员长 也就是这个栗战书 那基本上这个就是两个国会的 另外一个沟通的管道 在过去包含这个布林肯 包含John Kerry 包含雷孟多 这些的到北京去访问 几位世卫部长的访问之后 又有这个国会的议长的 或者是资深议员的这种访问 这个就建立起今年至少 有一些沟通的机制的建立 但是我觉得在现在的这种 中美战略竞争越加的这种激烈 尤其是科技 科技变成是美国领先中国 尤其在中国这种 虽然过去的中国制造2025已经被拿下来 但是是名称拿下来 中国应该也不愿意在未来的科技 被美国完全的堵断掉 那西方国家现在用的这种去风险 基本上也就是不愿意用脱钩 或者是就是这种更竞争的 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 所以科技一定是美国或者是盟邦 未来要去牵制中国的一个 最好的一个武器 必然也影响到这个解放军 他不断的在现代化的进程里面 有更多对周边国家 甚至是第一岛链对美国 或是对这个日本 对于这个南海都国的这种 这种高压强制的作为 所以美国在这里 我觉得是不会松手 那但是双方一定是在这种 一动一来互相的这种 竞争里面去产生互动 那避免误判或是避免冲突发生 然后把和平然后放在优先 但是把中国的这个民主 恐怕也没有办法去逼迫他 朝向西方或者是既有的这种 国际以这个美国的这种价值 为基础的这种法律次序 可能北京也不会在这里 有过多的这种让步 那卢教授提到这个美中 在科技竞争方面 不会有缓和的趋向 在另一方面也有观察人士指出 近来拜登政府积极主动的 和中国政府互动 现在美国国会也跟拜登政府 一样主动的伸出橄榄枝 那王维正院长 您是否认为这个显示出 美中关系会持续的朝着 一个缓和的方向发展呢 您怎么看 是我想现在美国的 行政当局跟立法当局 甚至于民间的话 都普遍感觉到 到中国去访问 这个非常的重要 当然这个一方面的话 可能是很奇怪 就是过去 中国明明因为疫情的关系 锁国了三年 然后控制这个所谓的 access 就是人家到北京去 这样的一个access 来加强 就是大家想要跟他沟通 这样的一个急切性 那我觉得很多东西的话 都是说所谓的物极必反 那么现在的话 这种大家可以说到北京去的 这个访问团 络绎不绝的话 然后相对的从北京到 华盛顿的比较少一点 但是我相信会增加 这个的话可能是代表说 过去三四年彼此磨合 发现说那种不接触 这个然后彼此互相猜疑的 增高可能性 会让很多这种误判 或什么样 这种局势的话 已经不能够再维持下去 所以我相信在未来的话 可能会有更多的沟通 更多的访问 但是彼此之间的 这个结构上的一些 这个禁足的一些议题的话 我相信还是没有办法 因为几次的交流就相干 我相信中美双方 这个未来的这个格局 基本上讲是一个竞争 多余合作的局面 那王维正院长 刚才提到说 将来的这个高层互动 可能会增加 那据报道 中国最高外交官王毅 可能在近期要访问美国 为习近平出席APEC 进一步奠定基础 那还有负责经济事务的 中国副总理何立峰 也可能会紧随着王毅访美 不过华尔街日报的 这个发表文章指出 美中关系现在缓和 仍然处于试探阶段 两国在其他的大多数问题上 仍然存在深度的猜疑 和严重分歧 这些分歧可能导致 峰会流产 或者其他中国高级官员 赴美计划搁浅 那卢正枫教授 您认为这些行程会如期吗 习近平能否出席11月旧金山的 APEC峰会和拜登总统会晤 基本上因为 习近平已经缺席了G20的峰会了 那他有去参加这个 南非的这个金砖五国的这个峰会 那他自己本身也要在10月 在中国召开这个一带一路峰会 所以我觉得APEC他去参加的机会 因为今年是美国 明年是日本 那美国如果在这一次习近平缺席 那明年美国跟日本 如果是更强硬的合作 来应对习近平的中国的话 那是不是习近平明年也不会出席 日本的亚太金和会 所以我觉得这个北京 他们应该有把他们的这些 未来要面对的国际大事的期程 算得很准 所以基本上就是 负责任的管控中美关系 北京应该会在这里面 透过这样的峰会的举行 然后去营造一个 他可以控管 这个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的发展 不让这个中美关系再持续的往下坠落 那毕竟习近平第三任期 他自己的年纪也来到70岁 那自己国内的政治 或是这种接班的铺陈 早晚都要进行 那如果持续面对的 美国所主导的 或者是美国所 所串联起的 他说这个叫做 这个 盟邦关系的建立是 势力的这种被承器 就是美国透过跟 不管是美国 日本 印度 澳洲 或者是跟欧盟的这种合作 那更何况 明年台湾还有2024的总统大选 那即使这一次的 国会议员访问北京 我觉得都还有可能会有 反对的议员 他会在帅团来访问台北 那另外就是明年 台湾的总统选举结束之后 因为是1月就选举 那接下来还有很多 美国支持台湾 或者是来用 美国跟促进台湾 跟日本 或者是跟 台湾周边国家的这种关系 来牵制北京 所以这几年的 台湾 战略地位这个提升 或者是台海的和平稳定 国际化的这个发展 基本上应该都已经形成了 对北京未来要去思考 他跟美国互动 或是他跟日本 跟欧洲国家互动的 一些很重要的因素的参考 好 谢谢卢教授和王教授 我们现在来看几位网友 给我们发来的评论 这位朋友叫雅蒋 他说美国一开始就说 管控冲突 竞争 但不要冲突 这是美国一贯的主张 还有一位叫 童话故事的网友 他说中共能稳定中国社会 能代表中国 美国是不想更替中国政权的 还有一位朋友 是民主化就中华 他说中国民主不了 美国也无奈 美国不想牺牲太大的代价 还有一位朋友叫John Musk 他说不能让共产党扩大了 农风鱼舌的故事 一次已经够了 我想请王教授您来做一个回应 这些网友的看法 认为这是说美国也是不想冲突的 但是对这个中国实现民主 也不抱太大的希望了 甚至没有希望了 所以这基本上来讲的话 就是美国的朝野各界 虽然说议会到就是说 过去三四四年他们希望中国能够融入国际社会 然后能够逐渐的自由化 这样的一个当初的一个构想已经幻灭了 这个是川普政府时代的他的一个调整 但是拜登政府的时候他们也意识到就是说 毕竟这样的一个政权 它在中国的统治还是一个事实 所以你跟他对话跟他交往的话还是有必要 虽然他非常非常的在很多的政策方面 非常的具有挑战性 或者是对美国的所信奉的一些价值的观念的话 感到是非常的具有挑战 但是基本上来讲还是要跟他对话交往 我觉得这个是你也可以从这个过去这些 拜登政府的一些高官的访问 现在国会的访问的话 很多人批评他们这好像是一路到北京去朝共的这样 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就这个在中共在北京统治 统治14亿人口 然后在世界局势上有这个很多的影响力 这个是一个事实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两位网友的评论 这位网友叫到处瞎逛 他说中国经济不行的 说中国经济不行的 实际上是显然对中国经济状况不了解 中国的经济好得不得了 恒大倒了恰巧说明中国房地产作为商品 已经生产的太多了 已经供大于求了老百姓安居乐业的一个表现 一个理性社会不可能永远生产 这么多房子 我想这位朋友是一种嘲讽的说法 还有一位朋友叫苹果树 他说中共的经济内需跟外销都不行 房地产公司恒大下市 有什么底气跟美国平起平坐 那我请教卢振峰教授 您来做一个回应 现在在这个美中关系当中 中国有什么样的筹码吗 中国还是一样就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 所以刚刚王老师也提到就是说 很多的政治现实 他在很多的国际组织 在联合国的很多的体系里面 他甚至有很多的公务人员 秘书长的职位是中国籍出身 那未来还有很多的国际事务 基本上还是需要跟中国有一些的 这种沟通 包含气候变迁的这样的议题 那所以这个议题不断的透过沟通 然后保持双方没有破局 然后还可以继续沟通 这可能是目前中美双方都可以做 而且可以透过这样的作为来 包装彼此之间 还是可以处理对外关系 那如果要从结果来看 可能就会比较失望一点点 所以基本上现在都只是在 像拜登政府 他应该只是希望说 他在连任的这个过程里面 美中关系在台海在南海 不要增加更多的 由北京所发动的这些冲突 那对北京而言 就是还是需要外资 还是希望西方的科技 可以进入中国 那中国的经济才可以真正的 在走过这个 不管是房地产或者是出口的这些问题 那他才可以在明年 或者是在开春的时候 还可以有带给人民一个新的期望 然后再继续的去发展他的经济 好 那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就讨论到这里 感谢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 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博士 和台湾金门大学国际级大陆事务学系 副教授卢正锋博士的分析和点评 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 我们下期讨论到这里